今天往花盆里面挖了一个洞 打算把这个葡萄重新移栽进去 很多朋友移栽的时候总是出问题 黑杆甚至植物枯萎 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第一步做错了 那么你移栽多少次也白答 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昨天把我家的葡萄 从一个板结的盆里面去移了出来 要用了一整天时间 我基本上是把它的板结土 给清理干净了 方杨也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毛细根 把根也修理掉了 结果一大坨的葡萄根就剩下一点点了 今天我准备了个七加仑的花盆 土阳已经散好了 准备给它上盆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葡萄怎样 来大家看 现在葡萄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根才是非常的发达的 但土阳就剩下这里一点点了 这里就不洗了 懒得动它了 然后这颗葡萄呢 就原来是一个板结的土 所以我操作的步骤呢 是第一步用清水浸泡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用这种土氧活化剂去浸泡 土氧活化剂呢 浸泡到现在已经接近有24个小时了 昨天早上去泡到现在 然后刚才处理完之后呢 我就往这里面呢 丢进了杀金剂 多菌林 以及生根粉 让它自然的浸泡 20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上盆了 其实这样的操作很多人都懂 也知道怎么去做了 但是呢很多朋友往往这样做完之后 植物也是会出问题 您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跟土阳有关系 您家的土阳没有处理好 那么您的植物呢 移栽也是白搭 来大家看啊 我这个花盆呢 已经提前的配好土 已经放在这里 有好几天的时间了 其实就早就为了这个葡萄做准备的 我们记得任何的移栽呢 最好土氧提前备好 提前已经放在花盆里面 这样子的植物在新的土氧 环境性下呢 就会更快的浮盆 因为呢很多植物呢 在如果我们把植物洗好了 我们再去配土 然后给它一些全新的土氧 这些土氧呢 没有经过沉淀 没有经过冲刷 细菌呢 也没有开始形成群落 这样子的一个花盆呢 很难对植物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花盆里面 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您家的植物 移植到一个新花盆里面 容易出问题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先准备植物花盆 然后呢 就把植物给放进去 是不是 这个根还是有点大 等一下还要修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就直接盖上土 就完事了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呢 您只是少做了一步 但是您家的植物呢 可能长得比较慢 甚至最后出问题 虽然我们的花盆里面已经做了很充分的杀菌处理区 杀虫处理 虽然我们的植物已经泡了生根粉 生根剂 杀菌剂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这个植物移栽到新的花盆里面呢 它有一个比较长的缓苗期 而这段花苗期呢 您家的那些杀菌剂呢 那个效果会一路下降 最终呢 最终呢 甚至没有效果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往往是我们植物生根亏复的最关键的时期 所以 这样子就导致您家的植物 本来可以快速的亏复过来 但是亏复不了 龙明伯伯呢 对面对这种梦里 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招数 我用了这招之后呢 移栽基本上没有再出过问题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之前推荐大家 去使用的草木窥 或者稻壳炭 很老实跟大家说 我没有草木窥 我只有稻壳炭 因为草木窥买不到 稻壳炭可以买到 那我们怎么使用呢 在我们把植物放上去之前 先在这个底下 铺上一层草木窥 这个城堡草木窥呢 在这个位置呢 就能非常有效的 保护我们的植物 防止细菌的干扰 防止虫子的干扰 防止小猫猫 小动物的干扰 铺上这一层之后呢 我们再把植物放上去 您会发现 您的植物很快 就能恢复过来 草木窥里面呢 有火气 可以给植物提供 一个温暖的环境 不要看它只有一点点 但是最对于一些比较弱的植物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环境 怎么放进去呢 我就不示范了 我示范一下 我是怎么修根了 刚才量了一下 那个根系呢 还是太宽了 所以我把这些根呢 重新再修一下 很多朋友养花呢 都知道根系的关键作用 所以呢 它就 舍不得对根系进行修剪 而我呢 基本上隔几年呢 我就会把它拎起来 洗干净那个土 然后把根给剪一下 这个葡萄呢 当初拎出来的时候呢 根系是超级发达的 现在呢 就剩下这么点了 趁它还没开始长叶子 赶紧去剪一下 这样子呢 今年呢 它会长出更多的新的须根 更有利后面的生长 来 剪成差不多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哈 然后把植物直接放进去 稍微可以把一部分的根给露出来 很多朋友呢 认为所有根得埋到土里面去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哈 根可以稍微的暴露的哈 但是不要埋得太深 埋得太深呢 这个连接的位置呢 很容易烂 这样子很多葡萄养不好 就是这里出问题 这应该是最后一步了 放上大砖块 把这个根给压实了 然后呢 把刚才剩余的一些杀菌剂水 作为定根水 倒进去就可以了 完事 是不是很简单 这颗葡萄跟了我四年来 是一个最便宜的巨峰 也是刚开始种的第一批葡萄 当然第一批葡萄不止他们 然后我花了大概是四天左右的时间 把它的工作全部做完了 分别是第一天把枝条进行修剪 当时它的枝条呢 是很多分岔的 因为去年呢挂了很多果 长出来很多挂果汁 今年呢把大部分的挂果汁给剪了 就剩下一条 你看上面还有叶子 然后呢 那个工作搞了大概一天左右 然后昨天开始呢 就开始去清理这个花盆 不是 第二天是配土 把一些多余的土壤给它重新的配一次 配土的关键呢 其实就是那个骨壳 骨壳大家一定要多用 因为骨壳大概是比例是15%左右吧 然后给到那个葡萄呢 能起到非常好的那个疏松透气 同时提供腐质质的作用 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呢 就是泡这个土 洗土 今天是第四天去上盆 用了四天时间 实现四年的葡萄自由 其实养葡萄呢 基本上每年的工作量都很少 基本上三四年呢 就要这样子做一次 当然你的跨盆很大 或者是地栽啊 那另外算 但是如果盆栽种植 像我一样用一个跨盆 以前是用个泡沫箱 那个泡沫箱已经被我拿去养菜了 然后如果用个泡沫箱或者跨盆呢 您最好三四年去操作这样一次 您会发现种葡萄 其实真的没什么难度 实现葡萄自由也是很简单的 无论是飓风 或者是阳光玫瑰都可以 当然某些品种的葡萄 它有特殊的要求 但是也不难 记住吗 如果你想种葡萄 喜欢种葡萄 或者是不懂葡萄的问题 可以发信息给我 我是佛沙阿跨像 感谢大家 拜拜